欢迎来到本期私人岛屿系列,今天分享的这座私人岛屿名为Little Hawkins Island,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岛屿建筑,而在美国岛屿市场上脱颖而出。 Little Hawkins Island位于美国乔治亚州深西蒙岛的中心,坐落在一片约四英亩的沼泽地上。 该岛面对着700多英尺的海岸间水道,沉船只需15分钟便可到达大西洋。 离佛多里达州也不远,岛上建有一座连接附近社区的私人桥梁,还有一个深水码头可容纳一艘40英尺长的船只,附近还有几乎可容纳任何私人飞机的黄金岛机场。 因此,不论是开车、驾船,亦或是乘坐私人飞机都很容易到达该岛。 被宁静的沼泽包围的Little Hawkins Island是一个封闭式岛屿空间,拥有深水通道和广阔的沿海和景。 岛上布满紫荆树、雪松树、橡树、棕榈树,还有灌木和茉莉花藤蔓,以及风景优美的草地点缀其间。 在这片沿海沿沼生态系统周围,你还能经常看到海豚、水塔、海龟、鹿、鸟和鱼等野生动物。 除了岛屿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景观之外,岛上的建筑群也是一大特色。 该岛屿建筑于2007年建成不久后,乔治亚州就通过法案禁止在沼泽岛屿上进行此类开发了。 因此该岛屿建筑也被称为独一无二的存在,同时也为该地区套房设定了定价标准。 该建筑群世纪班牙殖民时期和加州传教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,由混凝土和钢铁建造而成,像薄楼一般经久不衰。 建筑的所有细节和市面都达到了最高的规格和质量标准,包括铸造石柱、基座和喷泉,以及为铸宅入口门和栏杆定制设计的铁制品。 室内也配置了古董和新家具,包括手工制作的石金非洲红木门,回收的古董松木地板,手工西班牙陶土瓷砖和引人注目的石头壁炉,以及波斯和土耳其手工编织的地毯和独特的灯笼风格照明。 该建筑群由一栋主屋、两间客房和一个俱乐部会所组成,主要住宅共有18个房间,总面积6000平方英尺,包括5间卧室和8间配套的浴室。 每间客房面积约为1500平方英尺,设有2间卧室,他们通过有顶棚的走道与主楼相连。 俱乐部的面积约2000平方英尺,是为纯粹享受而建造,包括男女更衣室,一个可以俯瞰曼凯和的健身设施, 一个可加热的游泳池,一个内外壁炉,一个非常大的娱乐区和酒吧区,以及一个排球桌。 Little Oregon Island是小型亲密聚会的完美场所,但也可容纳250多人参加任何类型的活动。 如果你不满足于岛上的活动,也可以选择驱车前往附近的高端餐厅、咖啡馆和剧院、网球中心、水疗中心、高尔夫球场, 又或者是在圣西蒙斯岛数英里未受破坏的原始海滩上,体验风中冲浪、滑翔冲浪、 皮划艇、帆船、游艇、自行车和散步等活动。 该岛为永久产权,一直是现有业主的度假屋、配套家具设施等一应俱全,也有配套物业进行定期维护。 该岛非常适合喜欢海岛及南方热情好客的氛围,并对服务品质有要求的人, 也适合寻求私密性、安全感和家庭氛围的人。 目前该岛正在出售中,售价为1590万美金。 新业主可以申请加入附近的海岛俱乐部,可以使用高尔夫、水疗等设施。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,欢迎私信咨询,我们下期见。